咱们接下来往下讲 JTBC的介绍已经讲完了之后 现在就要快速的上手了 只要写代码了 写代码首先我就在这个地方 先建一个家伙工程就好了 找到家伙 建个家伙工程 这个叫什么呢 我就把它叫JTBCDemo了 就这么做 Finish 这个切换到家伙的试图底下 这样好了之后 这里面可能等一会 我们写的代码 字可能会比较小 稍微调一下 Windows里边的Generate Cars and Phone 把这个字再调大一点 调到14就好了 那还有一个呢 是把这个整个工作空间 Worker Space的这个编板 给它改过来 建议大家就不要用JTBC了 用这个U8的编板就好了 好了 那改好之后 在这呢 我就写一个类 这个叫抗点IT黑码点上test 这个呢 写啥都行 就管这个maytest 加个may方法 好了搞定 这一部分工作呢 应该每个同学都会做 现在也没有什么难度代码在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在这个工程里面 去访问我们的数据库了 但是前提里得有个数据库在说 对不对 大家 你要没数据库 你光写了这个代码 你也反过不了 所以呢 我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呢 去建一个数据库吧 简单建一下就好了 这个数据库呢 就管了叫什么 标准 这些都不用管了 再建个表 创建表 这个自动ID 应该类型 再给它自动障碍一下 简单一点就行了 再来个名 然后我挖刷了一下 来个实 再来一个age 印它了一下 搞定 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叫tst 就这样 这个表就建好了 在里面呢 给它加一些数据 简单做就好了 这个呢 叫张三 这个呢 是18 这个呢 比4 这个呢 19 这个呢 王5 刷新 没问题吧 这个是 发现表现建好了 表现好了 咱们的这个工程也建好了 那现在我要去访问这个数据库 怎么访问呢 你必须得有这个JDPC的驱动 没有JDPC的驱动 以咱们现有的加瓦代码呀 是没法做到的 大家以前学的这种加瓦基础代码 是没法做到这个事情 好 那在咱们今天的这个资料里边 就给大家提供了这个JDPC的这个驱动 在里边就这部分了 大家呢 只要在百度搜JDPC 就出来了 如果你用的是MySQL 你就去MySQL 下一个JDPC的驱动 那这里面呢 就有这个架 就把这个架拷备过来 这个架呢 在咱们这个加瓦工程里面怎么放呢 在这儿呢 建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呢 叫 Liber 丢进来 再给它右键 DutuPass 把它加到DutuPass里面 好 搞定 那这里是咱们的这个JDPC 入